跳水皇后郭晶晶大家都很喜欢,说起她,都是我们的骄傲,她的婚姻生活也被我们关注,她嫁入豪门,成为霍启刚的妻子,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情也很好的,绝对是让人羡慕的恩爱夫妻,被网友调侃经常在节目中大秀恩爱, 霍启刚对妻子也是关爱有加,体贴细心,表现出好丈夫的一面,网友都纷纷表示,郭晶晶真是人生赢家,嫁入豪门进险尊贵,生活幸福,家庭美满,说起这对恩爱夫妻的家庭,他们正好有了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龙凤成祥,这两个孩子也会被人们关注,特别是哥哥,会被媒体抓拍, 经常爆出正面照片,这个可爱的小男孩,常常上镜,让我们看到他纯真可爱的一面,但是,大家看了许多照片后,觉得奶宝宝的五官与爸爸妈妈都不是很像,很多人发辩评论,说好像霍英东,可是十分霸气,跟哥哥相比,妹妹就很少被曝光了, 只有一张照片经常被大家看到,是刚出生不久,霍爸爸带着哥哥去看小妹妹,照片中展现哥哥亲吻妹妹的一面,真是好暖心的画面,除了这张照片,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公开场合,他们都对自己的女儿保护得很好,不想外人透露女儿的生活细节, 爸爸霍起刚对女儿也是呵护有加,简直是女儿的粉丝,时刻霍宝贝带身上,在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,在她的手机上就看到,女儿可爱的照片作为屏幕图片, 这绝对展现了爸爸对女儿的宠爱,别人都羡慕不来呢,护家是大家族,在社会上都很知名,有想象力,但是家庭观念还是比较开明,不会偏爱男孩,忽略女孩,家族成员也是男孩为多,婆婆朱玲玲生了三个儿子, 所以把这小孙女当作小公主,十分宠爱,不会让她受到一点委屈,也多次在公开访问中分享和孙女的关系,说小孙女真是可爱极了,也非常活泼,像妈妈一样有晕到细胞,自己很喜欢她, 还有爷爷霍哲平,也是多次表现出自己对孙女的疼爱,就在参加一个活动上,她向大家表示,自己现在有多余的时间,就会想起看孙女,十分想念她,就会过去看看她,陪她玩,很爱这个可爱的孙女,觉得她聪明活泼像妈妈,不久前,霍启刚和郭晶晶参加同学聚会,带上了宝贝女儿, 让我们看到了女儿的正面照片,在照片上,我们看到霍家夫妻的女儿正面,眼睛很大,皮肤粉嫩,脸蛋圆圆的,很健康,招人喜欢,聚会上爸爸一直抱着女儿,露出亲切慈祥的爸爸模样,显然,女儿似乎感受到了爸爸的疼爱,也是一直跟着爸爸,旁边的人想亲近一下都不肯吗? 一离开爸爸的怀抱,就呜呜的哭出来了,爸爸立刻过来那位,妈妈一回来,女儿也立刻兴奋起来,伸出小手想让妈妈抱,妈妈抱起女儿哄着她,爸爸只好陪着哥哥玩了,一家人真是和乐融融,虽然照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晰,长,像还不能被完全透露, 结合其他的照片图片,我们也可以大致感受到小女孩的面貌,描述起来就是秀气的瓜子脸,五官精致,皮肤好,很健康,爸爸也说,孩子会像奶奶朱玲云一样美丽大方,儿子长得帅气逼人,女儿有光翘可爱,真是遗传了优秀的家族基因, 还有郭晶晶真是好福气,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女